由于加州政府2020年重新恢复针对无健保人士的罚款制度 所以华兴保险日前举办了加州健保博览会 邀请加州传保、百卡等主流保险公司 延伸说法令民众一暂时了解所有最新健保2020年的资讯 华兴保险介绍表示 2020年健保的最大改变之一 是加州政府重新恢复罚款制度 届时无健保的民众 在来年报税的时候需要缴纳罚款 罚款金额为家庭年收入的2.5% 或者是每个成年人每年695元 18岁以下儿童每年347元5号 两者按金额较高者作为最终罚款金额 全美国的公民不买保险的只有8% 可是我们新潮移民来的人可能用了政府福利 因为他们没有买保险的人 竟然占了23%这以上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政府为了要让全民都能有健康保险 所以特别强调了这么一个法律 可是到底买保险 现在来讲对我们一般的 在我们加州居民是不是很沉重的负担 那我可以讲答案是现在因为我们加州政府把这个补助已经提高了 从以前的如果贫穷线是在这个假设这个夫妻俩 6万块钱以下的收入算是贫穷线这个以上了 那今年把这贫穷线往上面提了以后 加这个差不多10万块钱年薪的家庭都能拿到补助 所以说我们的宣传里面可以看到说 一块钱两块钱健康保险又回来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付的保险费可能比较高的话 可以赶快来询问一下 找有经验的保险经济问一下的话 很可能会发觉 今年买健康保险费用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还是一样在这里鼓励所有的人 尽快的跟你保险经济联络 否则虽然在open的时间有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因为我想说今年的想要参加健康保险会特别多 所以说提早行动免得让你的权益睡着了 华兴保险提醒没有健保的民众 要持在10月15号开始的开放投保期 办理2020年的健保计划 以免来年受到罚款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方报道